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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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哥 只要能夠讓你 從這種痛苦中解脫 你做什麼都願意 他說他跟陸未婷 發生什麼關係 你只是不肯承認 你根本保護不了小琪 對不對 你說話 你揍我 你打我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不要 不要 已經失去愛情的我 正在末日裡徘徊 是感情願做你的俘虜 身材有了溫度 曾經彷徨無助 曾經享受孤獨 躲在自覺的奮墓 直到有一天突然領悟 有更重要的是值得守護 I can't stop loving you I can't stop loving you Woo 上我的全部 我要給你幸福 loving you Oh I can't stop missing you Oh I can't stop missing you Woo 我們可以不會 甚麼都聽不住 Woo 到您了 可疯 十分未曾 跳 Till 澐廳 外召烏 我 你現在怎樣 看一件事就保養 不清楚 你最愛吃的嗎 快吃吧 我還不餓 你先吃 我先吃 我女兒都回家了 我還要自己演那個孤單腦人 一個人吃碗 我的感覺 阿絲在看什麼有這麼好笑 這 真是 真是她 不好笑 她又被騙了 韓小綺 妳不太對 妳之前這樣 匆匆忙忙的回去台北 有什麼都沒有說就跑回來 回來之後就一直給我關在房間裡面 給我笑成這樣 妳是不是發生什麼事 妳跟阿布說 沒有 我去回來找紀錄片的資料 妳不要一生一鬼了 通常說沒有事就一定有事 妳當到我看電視 妳要是不老實說 我關掉 更不要想看 那我就去打扣醫師 妳要看 齊齊 不是 韓小綺 妳到底是怎樣 杜帥哥 齊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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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真的要跑去人家家裡 看電視 金輝 下次杜帥哥來的時候 妳可不可以叫他跟我打一聲招呼 這樣我的罕集可以分一些給他 什麼 韓小綺 我已經剛有來了 不然 唐突然我肚子有什麼 我沒有抱小熊睡不著了 所以就叫杜韓婷送過來 可能生氣了 齊齊練也不要這樣 妳小心點家韓婷哪一天 真的受不了妳了 如果說要婚死我 我看妳怎麼辦 知道了 齊齊 齊齊 一定在玩爹 心情不好才會這樣 不然怎麼可能 換都沒吃就說他睡覺 他胃口那麼好的人 他的男友 特別把小熊玩偶帶來 杜帥哥是有心的 金輝妳就勸一下小熊 不要那個什麼 年輕人說的什麼 傲嬌 好啦 好啦 你想盡情 我全身盡情 我好 幸福過 深圈過 像粉紅色的水晶酒 帶著夢 然後勇敢去放 好 好 阿 哥 根本一点都不好笑 那是公主漂亮 还是不漂亮 当然是我的韩晓琪公主 最漂亮 来 你给我打不来法好不好 好 我现在睡不着了 我要来努力练功 那些酸民给我等着 我就是要当你这个男神 背后超强的路人甲女友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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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心我不在了这两天 你不好好吃饭 我已经煮好了一锅咖喱鸡 放在冰箱 你可以配饭或者是配面吃 好 你还有在听我说话吗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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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庭 讓她自己看 看我們叫琪琪 我現在多可憐 我打給韋庭 我說妳不要以為阿布是知道 跟她吵架 鬧病了 妳心情不好對不對 還騙我 我要打電話叫她來帶妳回去 不可能打 我要打 我不打就不是你阿布了 我跟她的事情妳不要管了 妳的事阿布不管誰管啊 給我了 妳放手了 姐姐 放手了 韋庭哥 妳這兩天一定沒有好好吃飯吧 走 跟我去吃個飯休息一下吧 好 本來以為我會吃不下 但看到家裡的冰箱裡面 有小姐煮的咖哩還沒有吃 我居然怕她念我浪費 下一次就熱了來吃 是不是很可笑 喂 姑婆 有 衛婷 衛婷 我跟你講 我是冒著斷絕模擬關係的 這個危險打給妳的 姑婆 妳說什麼 姑婆 拜託妳 妳趕快來把琪琪帶回去 妳們很好好不好 我真的很擔心她 她這樣抱雲抱死 她會撐死 琪琪 你剛好 吃吧 吃吧 我去給你 吃吧 我去見面 我去見面 吃吧 我們去見面 吃吧 我去見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喂 我没有像我阿布说的那么想不开 你是不是 很希望 我主动听那两个字 我到现在还是直觉我只是在做梦 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吗 但我哭了 或许我就可以 可以说出那两个字 你还是不说话吗 跟你讲这套电话的时候 怎么也知道我不是这样 你如果再不说话的话 我要挂了 我哭了 我哭了 不 智智啊 你到底是怎樣 我永遠要回到台北 你老實跟阿布說 是不是跟韋婷發生什麼事 没事啦 我就回台北處理一下事情 你不要担心 我很快就回來了好不好 金輝啊 你的貨來了 早上就送貨來了 我先接收了 好 你先放 好 不過智智啊 我看你狀況真的很不好 你看 你以前都跟阿布宣耀說 你這個皮膚會痠痠痠的 我現在看你皮膚那麼痠痠 我跟你講 我們男人要保養這個皮膚 就要從年輕開始 不管你是有什麼狀況 都可以從根本去改善 你幹嘛 我不管你跟韋婷到底怎麼了 你至少要把你自己照顧好 把事情弄得漂漂亮亮的 對 小綺 你可以打電話去雄本 申請那個躲茉莉扣 三日份試用套組 至少把你的皮膚的狀況給弄好 就像你阿布一樣 水彈彈彈彈的 對 你看 這個很有效 試試看 我真的沒事 我覺得我這樣很好 哪裡好 我看你一點都不好 這樣阿布怎麼可以放心 好了 我去申請 可以了吧 我要申請嗎 對 小綺 妳至少試用一下 這個保養品百貨公司買不到 而且他們為了確保品質 不要囤貨 在日本製造完畢以後 直接宅配到客戶手上 反正日本來得最好 等等 妳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 妳每天都在用 我怎麼會不清楚呢 小綺在這邊妳幹什麼 不要理她 綺綺 妳這是回去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就跟瑋婷好好講 人家說床頭炒床尾盒 沒事 小綺 妳到底在幹嘛 手機有什麼關機 張帥哥妳怎麼出院在這 老闆幫我一個忙 阿布 老闆是來載我回台北的 對不對 對啦 我來載小姐回台北 好好吃喔 我就知道杜伯伯一定會喜歡吃我阿布做的包子 我還有帶很多來喔 你留著慢慢吃 我老婆 最喜歡吃包子 我知道我知道 上次我們一起做包子的時候 你有跟我說過喔 我還說 杜伯伯他喜歡吃包子 是遺傳到他媽媽 你怎麼了 好 杜布布 對不起 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來看你了 我已經做好 更多的挺分手的行李準備 雖然我們還沒有好好談過 可是她一直什麼都不說 她的沉默對我來說 就是分手的答案 韓小琦對我來說是誰 耍賴住到我家的小表哥 拿著我送的電視 說要做電視的笨蛋 說要做我的親人 最親的人 從她搬走以後 家裡明明沒有少東西 卻有感覺好像少了很多東西 但我都不知道到底少了什麼 難道我早就不知不覺 喜歡上韓小琦 我跟妳鄭重介紹一下 這位是我的女朋友 妳之前也看過了 她叫韓小琦 杜布布 以後我會把妳當成是自己的爸爸 妳 妳 妳 我沒事 我沒事妳不要擔心 我以後會偷偷擠包子來給妳 妳要保重身體知道嗎 我離開之後 妳就是杜爾頂唯一的親人了 妳要照顧自己知道嗎 她幫妳 他幫妳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怎麼了 杜布布欸 chicos 怎麼 外面有沒有人啊 愛你 好 好我現在打給她好不好 跟她說 對啊 什么 你要说什么 不要 不要 她还不会 不要 不要 什么 你怎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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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什么 什么 外面有沒有人 杜伯伯 杜伯伯 沒事吧 杜伯怎麼樣 他突然心肌梗塞 醫生正在急救了 可是 可是什麼 醫生說情況不太樂觀 就算能夠搶救得回來 杜伯伯也不一定能夠醒得過來 醫生說情況不太樂觀 就算能夠搶救得回來 杜伯伯也不一定能夠醒得過來 好 病患杜伯的家屬到了嗎 我是杜伯的兒子 治病為通知單 請簽名 拜託你們一定要救我爸 只要能讓我爸活下來 我不會放棄任何搶救的機會 拜託你 拜託你 麻煩你 我們盡力 請問我 我活著 她怎麼看 看我 很久不見 你還看我 我活著 看来是要进入长期抗战了 我先去帮大家买点吃的 做到后勤普及 天方 谢了 对不起 本来我只是想来看杜伯伯最后一次 没想到反而害她情绪激动 心脏病发 对不起 小琪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我不想要听到你问你跟阿静姐的事情 跟我说对不起 我真的很对不起杜伯伯 他病发的时候 还叫我不要离开你 不要恨你 可是我真的很讨厌听到你问了这件事情 请跟我说对不起 我爸还跟你说了什么 他最后拿了这本笔记本给我 他最后拿了这本笔记本给我 还说了 真相 真相 对不起我 好像 好像还有我妈妈 为什么杜伯伯要这样说 虽然那个时候真的很慌乱 我也不确定我听到的是不是对的 你名人是杜伯的家属吗 我是 手术过程顺利 但是还要转进家屋变王 做进应部观察 谢谢医生 谢谢 辛苦了谢谢 谢谢 小琪 不管我爸笔记本里最后的真相是什么 我都必须先告诉你 我爸确实很对不起你和韩妈妈 什么意思 杜伯伯之前报导错误的事情 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我也以为已经过去了 但我前一阵子才发现 我爸报导失误的背后藏有很可怕的秘密 他做出连我都无法原谅他的事 让我也没办法面对你 所以阿金才为了帮我说好骗你 骗我 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你跟阿金姐之间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现过 所以那个时候你才会一直沉默不说话 对不起 我选择沉默也是为了要逃避 你这么信任我 我却因为一直失去了勇气 没把握自己能不能守护你 反而用了最差劲的方式伤害了你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心里还让我多少秘密没有说啊 我们不是说好来互相信任的吗 你怎么可以做这么大的谎来骗我 小琪 小琪 对不起 你可以再多给我点时间吗 我会把所有事都告诉你 到时候你要怎么惩罚我都可以 你要不要相信要不要接受道歉 都等我搞清楚状况再说 不要再想撒那一片 有人把我爸和杨树在九二一地震 采访韩妈妈未曝光的影片 拷贝寄给我 我看完以后去追问纳总和杨树 才确认韩妈妈真正的死因 我和阿金为了我爸和杨树 差点变成共犯 跟他们一起瞒下去 所以你爸杨树还有纳总 都跟韩妈妈的死因有关 嗯 我以为真相已经大白 但是我爸在昏迷以前 和小琪提到最后的真相 原来他在笔记本里面 留下一些重要的线索 所以我想查清楚 真正导致韩妈妈死亡的阴谋是什么 你能帮我吗 既然事关你爸杨树还有纳总 那如果我查出更惊人 更见不得光的幕后真相 你会愿意不惜一切地 跟小琪坦诚吗 如果会 我才能答应你 嗯 我已经想清楚了 你放手去查吧 这些就是我爸口中最后的真相 对吧 爸 连杜伯伯都不想再隐瞒下去了 你就帮帮忙都说出来吧 老杜真的被我害惨了 经理啊 你怎么会来采访现场啊 杜伯刚才有跟我说 你们在电话里面 又为了地震的独家大吵一架 难道是上面的 比你来监督我们的 什么长官嘛 难不成没有独家 就要开除我们 只在乎收视率 有没有人性 小杨 我目前能信任能依靠的 就只有你了 经理啊 只要我能够帮得上我 你尽管说 我要你全力追踪 华信社区 因地震倒塌的公寓 里面有两个小女孩 一死一失踪 你抢先快报 理耐小妹妹的身分 并采访她的家人 还有亲朋好友 把这个议题做大 只是你不要让杜伯知道 是我指示的 为什么不让杜伯知道 因为她每次都说 我在炒作新闻 撒狗血 可是我现在目前不得不这么做 不然我连新闻部经理的位置 又坐不住了 怎么保你们两个 经理 没有你就没有我杨台生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韩太太出事之后 我才知道纳长叫我这么做 是为了要转移焦点 不让其他的媒体去追踪 华信社区这栋旧公寓 倒塌的真正原因 所以占大建设 跟电视台 还有那种的关系 我刚从国外度假回来 心情蛮愉快的 现在看到你 我开始一整个郁闷起来了 有什么事快说 我没有多钱工夫跟你家耗 人生要及时行乐的 我知道你把采访带给杜伯婷了 你想借他的手把我赶下台 不过你别忘了 你有把柄在我手里 难道不担心 我让你一起陪葬吗 我要怎么办 我还没完够我不想死 我求求你 你不要拿把柄来威胁我好不好 詹大川 你不就是希望 我一直对你低声下气吗 我玩腻了 不想再演了 原来当年你对我低声下气 不断求我 要我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 也是你们占大建设 工程书师 原来都是在演给我看的 我既然赌上我的新闻尊业 那还想妹妹草新闻 转移媒体焦点 所以 我不是一直跟你说 辛苦你了 你 现在嫌我碍眼了 想一脚把我踢开 过去的事都忘记了吗 你们女人就是这样 喜欢翻舅账 不过没关系 要我翻大家一起翻 当年 你会愿意帮我 不就是为了现在这个位子吗 怎么了 我的家族企业 让你坐上今天这个位子 你就回头翻腰我一口 开始数落我的不是 你啊 你给我搞清楚 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如果你敢威胁我让我不爽 我不但可以让你很难堪 我还可以将我给你所有的一切 全部拿回来 我让你一无所有 你 你 电视台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我绝对不会让你把它卖掉 你告诉我 在你要保住电视台这个孩子之前 你最好给我想清楚 当年你让我戴绿帽子的事情 你是不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 电视台的未来都快没有了 你还想抱着一块死 你脆病 笨 局长 根据调查 展大建设的负责人就是James 他们在921之后就把公司给收了 还有 我问过沈妈妈 他们之前就是住在华兴社区里 倒塌受损最严重的那栋公寓 在921地震之前呢 他曾经投诉展大建设 原因是因为展大建设 在他们的房屋旁边 盖了一栋新的大楼 因为地基施工不当 造成他们的公寓 出现结构受损的问题 学长 你先看看资料 有什么问题再跟我说 娜总 当年你一手草作的新闻证据 现在全都在我手上 你为什么还是追着不放 因为我想要让小琪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公平正义存在 难道为了让受害者知道事情的真相 还他公道 你的梦想事业都可以不要 不惜毁掉AC一新闻台 赔上AC一电视台的名声吗 没错 我会尽我全力弥补 还小琪一个单纯美好的人生 这就是James寄影片给你 最希望得到的结果 James为什么要反过来对付你 你们父亲明明就是头目共犯 你以为我喜欢收他的烂摊子吗 我只想好好守住电视台 可是James 他想趁机把股票 炒到最高点卖掉 他知道我不想把电视台卖掉 特地找张仲凯进驻 两个联手想尽办法 要逼我退出电视台 而你也是间接成为他们的同一阵线 要逼我离开 只要公开事情的真相 James就必须付出代价 到时候他也势必要离开电视台 James很清楚 事情最后 一定由我一肩扛起所有的责任 就像当时 我犯的错误 却让杜卫一个人扛下 你不要以为你拿出我爸的名义 我就会放弃不再追究你们的故事 虽然我爸现在在家务病房里昏迷 但是我相信 他一定会支持我现在做的事 你说什么 都会不省人事 我们为什么会做到今天这种情况 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发誓 我要让AC一新闻台成为众多新闻节目里的 第一领导品牌 我发誓 以后的新闻趋势走向 就由我们AC一电视台 开始严格把关做起 我发誓 无论李娜杜威人在哪里 镜头就在哪里 新闻人在哪里 我们就在哪里 干杯 自从你进了养院以后 我们从来没有好好说上一句话 现在你是不是想不顾一切杀手走人 一句话都不想跟我讲呢 我知道 我知道这些年来 你扛下所有的错 你一定很累很苦 可是你知不知道 我也很累很苦 你听好 这一次 我一定会将我们今生的恩怨情仇到此结束 谁也不欠谁 谁也不欠谁 琪琪 等一下 不管你看到什么 都没关系 阿布在这边陪你 我们大家都陪你了 不可能 死的那个不可能是我的女儿 不可能 不可能 韩奶奶 你冷静地听我说 曹琪琪 我相信你的新闻专业 只要是你说的我都信 你确定 死的那个小女孩 是我的女儿吗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给在天上的亲爱妈妈 你让我拥有一双清澈的眼睛 让我看见美好的事物 但是你却因为别人丑恶的心 再也看不到 我看透的美好世界 我不行 阿布在这 快叫你生 爸 不要再让小琪受苦难过了 好不好 杜卫 我求求你 就听我一次 我们琪琪的亲生妈妈 都是被你们活活害死的 对不起 我要怎么样 才能把妥妥醒过来 你没有对不起我 所以我决定了 分手吧 超出的爱如何受掉 想念太疯狂 也太过漫长 无法等到天都亮 昨天你来我身边 今天又不见只剩下怀念 怕忘了我给的一切 你本来就很远 只是我看见我的泪 犯罪自己 有太多回忆 只是相信你看见 我上下的美 也不会眷恋 梦太遥远 原来我发现我的泪 每年完全 得走出伤悲 能不能成全 我们的完美 我不顾一切 得勇敢去追 也不会太生 那是没太大 这些的孙女 你会找到美 我上下的美 她想得了 不管她 不得到手 小费 我佩战 这个人